大家好,欢迎来到Undisputed俱乐部 今天要来告诉大家Roman Reigns突然失踪的原因 说好的在Restlemania对打Golbert呢? Semi Zane又到哪去了? 怎么赢了Intercontinental Champion后就不见人影了? 他们怎么无端端消失了?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WWE根本没有给任何解释 甚至连把Bronze Roman取代Roman Reigns的原因都没有说明 硬硬来就是了 先来说说Roman Reigns吧 大家都知道Roman Reigns的过去 他是癌症生存者 他在2019年战胜了白血病 考虑到这个问题呢,又加上疫情的问题 为了自身的健康着想 Roman Reigns拒绝在这疫情期间工作 因为这太危险了 另外当然也是为了不影响到他的家人 毕竟Roman Reigns的老婆也刚怀了双胞胎 不过,WWE对Roman Reigns的擅自决定非常不爽 因为他是要打上Universal Champion比赛的选手 分分钟都可能是Restomania第一晚或是第二晚的main event 虽然不爽,但选手还是有人权的 总不能为了娱乐大众而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 于是,WWE便开始耍小手脚 其手指示命令所有人不准提起Roman Reigns的名字而已 后来在WWE官网,FB,YouTube,IG或是Twitter 都看不到Roman Reigns的名字 对Roman Reigns自自不提 最离谱的是有一次Raw在回放过去经典的Money in the Bank cash-in的时候 有一段是Zad Rollins在Restomania 31 cash-in并压制Roman Reigns获胜的片段 WWE竟然把Roman Reigns的片段剪掉了 还夹上一片黑屏 这让粉丝对WWE感到恶心 Roman Reigns只是为了健康及家人的生命安全 有必要这样吗? 但是Roman Reigns的决定是明智的 因为最近后台累积起来已经有三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刚刚讲的是Roman Reigns 那么Semi Zane呢? Semi Zane同样也是拒绝在疫情期间工作 他当时是Inter Continental Champion 虽然有责任有义务出现在美极的Smackdown 但也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吧? 由于Semi Zane不够大咖 被代贯选手每30天必须要捍卫他们的腰带 这条规则给冲康了 WWE强制要求Semi Zane交出腰带 所以后来才有了那场淘汰赛 同样被这条规则给赢的选手 有前任NXT Cruiserweight Champion Jordan Devlin 对于我没有去美国、英国、英国 或任何地方我需要去抗拒这个赛 这条规则的力量 都会决定他们会继续 以赢成NXT Cruiserweight Champion 唉 不够大卡就是这样 不然你看某人 连续几个月带着RAW的主要冠军 凭空失踪了几个月都没事 Semi Zane对于WWE的举动 简直气炸了 他还回应了WWE ON FOX的推文 下一任的冠军应该 Semi Zane回复 为他们自己感到羞愧 可以看得出他很生气 但是 我认为新任的Intercontinental Champion AJ Star还蛮不错的啊 与Daniel Bryan打得超精彩 最后顺便告诉大家 最近很多选手都突然不见人影 他们其实不是拒绝工作 而是他们国家政府不允许民众出入境 而被卡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出国 像是Robert Roode 而Kai O'Reilly等等 所以不要感到意外 这几个月出场的选手来来去去都是同样的人 他们也不想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摔角新闻啦 你们对于WWE的举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想要听更多摔角界的新闻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Bye 拜拜